生活中,我们总是会面临各种各样的敌意,而原因也五花八门,可能是你无意中冒犯了别人,也可能是性格相冲,甚至单纯的优秀,也能引来敌意,背后的原因不重要,因为你无法决定他人的想法,我们要做的,就是准确识别出那些对你有敌意的人并远离,那么,对你做这些事的人,敌意已经很深了,一定要小心。 欢迎大家一起加入国学经典的世界,共同追寻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感谢订阅。 挑剔苛责 挑剔苛责是一种普遍存在于社会生活中的现象。 人们往往以为你好的名义,对他人进行苛责和挑剔,然而,这种行为背后,通常隐藏着伤害和打击他人的真实动机。 在我国的历史上,也有许多类似的事件,例如,明朝的文字域,就是一种典型的挑剔苛责现象。 明朝的皇帝,通过对文人默克的文字,进行挑剔和苛责,实际上是在打击一击,巩固自己的权力。 这种行为对当时的社会,产生了极大的负面影响,导致了文人的恐惧和寒蝉效应,对社会的进步和发展,产生了阻碍。 又如文化大革命时期,红卫兵对所谓的资产阶级思想进行严厉打压,对许多人进行苛责和挑剔,这种行为背后,隐藏的是对不同意见的排斥和对权力的滥用,对当时的社会造成了极大的破坏。 因此,我们应该对挑剔苛责的现象保持警惕,不要轻易接受他人的苛责,也不要轻易对他人进行苛责。 我们应该以宽容和理解的态度对待他人,尊重他人的观点和选择,这样才能构建一个和谐的社会。 如果喜欢这个频道,记得要订阅它,这样就不会错过更多的内容了。 接着往下看吧,破坏形象。 破坏形象的问题在人际交往中非常常见,它可能来自各种原因,包括误解、恶意,甚至是竞争。 对于这种情况,我们不能掉以轻心,也不能轻易地认为这种问题无关紧要。 有时候,这种破坏形象的行为可能会对我们产生深远的影响。 历史上,因为破坏形象而导致的重大事件比比皆是, 例如,二战期间,德国纳粹党利用宣传机器大肆宣扬犹太人的负面形象, 导致德国民众对犹太人的敌意不断加深,最终导致了犹太人大屠杀的悲剧。 在这个例子中,纳粹党的破坏形象、行为,对犹太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甚至改变了他们的命运。 在我国,也有类似的例子,例如,明朝的延松。 他通过破坏对手的形象,成功地排挤了政敌,独揽大权。 他利用手中的权力,大肆破坏对手的形象, 使得皇帝对他们的信任不断减少,最终导致他们的失势。 这些历史事件都表明,破坏形象是一种非常严重的攻击手段。 我们不能掉以轻心,在现实生活中,我们也可能会遇到类似的情况, 例如在工作场合,有人可能会故意破坏你的形象。 以达到他们的目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能掉以轻心, 也不能轻易地原谅他们,我们需要采取适当的措施, 保护自己的形象,防止他们的破坏,行歪程。 总的来说,破坏形象是一种非常严重的攻击手段, 我们不能掉以轻心,在遇到这种情况时, 我们需要保持警惕,采取适当的措施,保护自己的形象。 同时,我们也需要教育他人,让他们了解破坏形象的严重性, 防止他们受到类似的攻击。 损人害己。 这种行为不仅会伤害他人,同时也会对自己造成损害。 这种行为通常是由于情绪失控或冲动导致的, 而不是基于理智和判断力的决策。 历史事件中有很多这样的例子, 其中最著名的之一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珍珠港事件, 1941年12月7日, 日本军队对美国夏威夷的珍珠港发动了突袭, 造成了美国海军的重大损失和数千名美国士兵的死亡。 这场袭击使得美国宣战加入了第二次世界大战, 导致了全球范围内更多的战争和破坏。 然而,袭击珍珠港的决定并不是基于理智和判断力的决策。 相反,它是出于情绪和冲动的决策。 在当时,日本军队内部存在着一种决战思想, 即认为只有通过决战才能取得胜利。 这种思想导致了日本军队的决策者做出了袭击珍珠港的决定。 他们认为这会迫使美国加入战争, 并让他们有机会在美国准备好之前打一场决战。 然而,这个决策不仅导致了美国的宣战, 还导致了日本军队在战争中的失败, 袭击珍珠港使得美国加入了战争, 给日本带来了更大的灾难。 此外,这个决策也没有考虑到国际形势和外交手段的运用。 这使得日本在国际上更加孤立。 这个历史事件清楚地表明了损人害己的行为通常是情绪和冲动的结果, 而不是基于理智和判断力的决策。 这种行为不仅会伤害他人, 还会对自己造成严重的后果。 面对别人的敌意, 我们应该如何应对? 很多时候, 别人的敌意与我们自身的行为或态度并没有太大关系, 可能是因为他们自身的情绪、 经历或偏见等原因导致的, 因此, 我们不必过度自责或过度反思自己的行为, 这可能会使我们的心理状态更加不稳定。 我们应该尽可能地保持心理上的健康, 这意味着我们需要学会正确地处理情绪, 包括缓解压力、控制情绪、保持积极心态等。 我们可以通过各种方式来实现这一目标, 比如进行运动、冥想、与朋友聊天、写日记等。 在面对别人的敌意时, 我们也需要考虑如何应对, 如果我们认为自己没有做错什么, 那么我们可以尝试通过沟通解决问题, 我们可以与对方进行理性的对话, 试图理解对方的观点, 并表达自己的想法。 然而, 如果对方不愿意听取我们的观点, 或继续对我们进行攻击, 那么我们就需要考虑采取其他措施。 在某些情况下, 我们需要远离那些对我们持有敌意的人, 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应该完全放弃与他们的联系, 但是我们可以减少与他们的接触, 以避免对自己的情绪和心理健康造成负面影响。 在其他情况下, 我们需要反击, 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应该采取暴力或攻击性的行动, 而是我们应该坚定地维护自己的权益和尊严, 我们可以通过表达自己的观点, 向其他人求助或寻求支持, 采取适当的行动等方式来反击。 总结起来, 面对别人的敌意, 我们应该首先保持心理上的健康, 然后考虑如何应对, 包括沟通, 远离或反击等。 最重要的是, 我们应该坚信自己的价值和权益, 不要让别人的敌意打击我们的自信和自尊。 无论是面对别人的敌意, 还是挑剔苛责, 破坏形象, 损人害己的行为, 我们都应该准确认识到, 自己的价值和权益。 首先, 我们需要保持心理上的健康, 学会正确地处理情绪, 并采取积极的心态, 通过运动、 冥想, 与朋友聊天等方式来缓解压力。 控制情绪, 保持稳定的心理状态。 同时, 我们也需要相信自己的价值和能力, 不要过度自责, 或过度反思自己的行为。 在面对别人的敌意时, 我们可以尝试通过沟通来解决问题, 与对方进行理性的对话, 试图理解对方的观点, 并表达自己的想法, 通过真诚的交流和理解, 可能会和解或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 但是如果对方不愿意听取我们的观点, 或继续对我们进行攻击, 那么我们需要考虑采取其他措施。 在某些情况下, 我们可能需要远离那些对我们持有敌意的人。 这并不代表我们要完全放弃与他们的联系, 而是要减少与他们的接触, 以避免对自己的情绪和心理健康造成负面影响, 我们可以避免和他们产生争执和冲突, 选择与那些给我们正能量和支持的人保持亲密关系, 这样可以为自己的成长和发展提供更好的环境。 另一方面, 当我们面对挑剔苛责, 破坏形象, 损人害己的行为时, 我们需要保持冷静, 不要受到对方的情绪影响, 我们可以借鉴历史教训, 深刻认识到这些行为往往是情绪和冲动的结果。 而不是基于理智和判断力的决策, 通过保持冷静和理性的思考, 我们可以更好地保护自己的利益, 同时避免被对方的行为所伤害。 此外, 我们还可以选择采取合适的行动来反击, 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应该以暴力或攻击性的方式回应, 而是要坚定地维护自己的权益和尊严, 我们可以通过表达自己的观点, 向其他人求助或寻求支持, 采取适当的行动等方式来回应对方的挑衅, 同时, 我们也需要学会选择战斗和妥协的平衡点, 以免自己陷入无谓的争斗和纷争中。 总之, 在面对别人的敌意, 挑剔苛责, 破坏形象, 损人害己的行为时, 我们需要牢记自己的价值和权益, 通过保持心理上的健康, 正确处理情绪, 积极维护自己的利益和尊严, 我们可以更好地应对这些挑战, 并保持自己的自信和自尊, 与此同时, 我们也应该通过宽容和理解来对待他人, 尊重他人的观点和选择, 以构建一个和谐的社会, 只有这样, 我们才能真正实现个人的成长和社会的进步。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如果您喜欢本期的视频, 在下方点个赞, 或者订阅频道, 如果有什么建议, 就在下方留言吧。 咱们下期不见不散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